资深男性小亮哥曾自曝已有失智、征兆,还离废弃肿、恐慌症,健康亮红灯,怎料他惊爆,发生连环车祸,额头缝了酒针老婆林姿又心疼爆近况,而老婆林姿又近日上节目。 阿姐万岁透露小亮哥只要有一点小病,小痛就要看医生连到国外都坚持这样做4.5年前到新加坡演出时因为倒嗓,小亮哥坚持打针结果路上发生连环车祸,额头缝了酒针。 事实上,小亮哥近年身体频出状况,因废弃肿肺炎反复发作长达一年。 林姿又曾透露,小亮哥若是一感冒,就会恶化成肺炎住院,严重到快把肺咳出来,只要一躺下就会咳嗽咳起来,就传有食孩的做助才能够入睡。 此外,林姿又也在节目上爆料,小亮哥结婚后很爱丢包他,只要出国到有赌场的地方就会不通知。 突然消失有次,到拉斯维加斯游玩,起床后就发现小亮哥不见了英文不好的他。 只好硬住头皮带住两个孩子到餐厅点餐还打去自己,被丢包习惯了,如今已成为点餐达人。 事实上,去年六月林姿又,就在节目上表示,小亮哥疑似出现失智征兆,经常出门忘记带手机。 且每个礼拜最少发生三次,还有小亮哥在泡完茶后,时常忘记将用来保温的黑金炉关掉。 尽管林姿又已多次提醒重复的事情还是不断发生,不免让林姿又担忧。 他明天会不会就开始失智忘记他老婆叫什么名字。 不止小亮哥健康出现状况,林姿又前年开始身体出现容易燥热,昏昏沉沉等症状,原以为只是更年期到了。 没想到经过检查后,发现是肾上腺皮脂素过高,以及脑下垂体肿大,必须吃药控制病情。 如果肿瘤恶化,变得更大,还得开刀,把肿瘤拿掉,幸好目前控制得还不错。 如今林姿又已建议小亮哥去上一些辅导课多接触外面的世界,与年轻人交流而这一年来看到小亮哥,感觉变年轻,完全没有老态,前两年看他还很讨厌,没有用心在寄东西。 甚至因此,父子沟通变好,互动宛如朋友林姿又,作为妻子可谓是体贴入微,尽职尽责,令人羡慕。 小亮哥与小自己12岁的林姿又,结婚多年感情依旧甜蜜蜜,林姿又也是十分温柔贤惠两人,还有一个儿子叫王汉谦。 两人还一起参加了许多节目《二十多年如一日》的生活,在别人眼中两人就是一对模范夫妻。 但林姿又自曝前阵子金价高涨,她私自做主将小亮哥的四至五条黄金手帘,数枚金戒指偷偷点档供变现约12万元,又在没告知的状况下, 将变卖的现金带全家人一起,吃喝玩乐花光了,此话一出小亮哥表情相当错愕,眼泪更不自觉标出,我们家有穷到要卖金是吗? 不过林姿又自认判断正确,得意地表示自己是在帮老公理财,因为那些金事她都用不到,全都换成家人间珍贵的回忆。 比起黄金放在保险箱里,实际多了小亮哥,随后也对太太告解之前自己没和老婆商量就私自,把保险单受益人改成两个孩子。 小亮哥解释,手边刚好有两个受险,一个小孩一个,到时办后事,就不用操心钱的问题。 小真惊呼,你们夫妻心机好重啊,一个卖黄金一个,改受益人,林姿又忍不住,控诉老公时常为了捧场向朋友买一堆保险。 却对保单的内容浑然不知,如今又没事,先告知。 就把自己原先身为受益人的名字,改掉到底把妻子放在哪里。 小儿子王汉谦赶紧打圆场,跟妈妈说,受益人是我,钱就会到我这儿,我的就是你的。 听完儿子贴心的一方话,林姿又这才放下心林姿又和小亮哥,如今已经结婚数十年恩爱的感情,被外界视为模范夫妻。 不过林姿又却坦言,这段婚姻一路走来困难重重,包括两人的年龄带勾,价值观差异等,让他们的恋情一开始就不被看好,据悉。 林姿又的父亲是资深艺人林兆雄,由于当年小亮哥活跃于演艺圈,身边不伐女人,也让林兆雄很不放心。 所以,当小亮哥上门提亲时,遭到了林姿又爸爸的强烈反对,最后是小亮哥软磨硬泡经过了爱情长跑七年,和三次提亲,两人才总算有情人终成眷属。 婚后,小亮哥也自行斩断自己的女人缘,并以家庭生活为重,他也透露和老婆维系婚姻的秘诀。 相处当中,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闭嘴,一个张嘴,另外一个就闭嘴,这是一定要的,不然的话,我想在安爱的夫妻也会吵不完。 林姿又也坦言当年点头的关键原因就是老公外形不帅,还有为人很稳重务实。 因此,和他在一起,很有安全感,身兼购物专家。 妻子与妈妈的三重角色,林姿又曾说自己多半时间伺候小亮哥,两人在价值观也常有其见像是买房或买车时。 小亮哥会考虑到将来的退休生活,但林姿又却认为应该要享受当下,他们甚至连床室也有分歧,他笑说自己忙工作,还要照顾家庭,自然会对那档事失去热忱,几次拒绝后,老公却不再求婚让他忍不住抱怨该进来的时候,不进来全因他不够激励。 不过,在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断磨合和沟通,两人不仅懂得对方的底线,也能换个角度替对方着想,林姿又也自豪分享自己的育夫术,就是吵架时完全不理小亮哥。 让老公主动认输小亮哥自从淡出荧光幕后,在广播电台主持数个节目,内容除了播音乐之外还有卖昂。 不过,有消息传出他近期将离开广播圈,直接退休他本人也对此做出回应小亮哥,在广播电台主持数个节目剧。 三立新闻网报道,这份工作他已持续了18年,每周一至周六中午。 下午各两小时都是Live,由于小亮哥有在节目中卖商品,有时单月业绩好,他可月入20万元。 小亮哥表示,近年因为手机发达,听广播的人越来少,电台不得不缩编,而他一个人也必须身兼多职电台老板,也有许多小动作。 小亮哥感叹,与其如此还不如自己先辞职,不然我一把年寄了面子嘛,所以决定干脆先讲不做了。 如今从电台退休后,小亮哥有更多时间陪伴老婆林姿佑探以前没时间给家人。 林姿佑则说,非常赞成小亮哥离开电台,现在身体更健康,气色也更好,现在我们事业也越来越好,算过之后我们做别的工作。 收入其实更棒,他一个六十多岁老人,还是有很多潜力。 林姿佑当年嫁给大他十三岁的老公小亮哥,二十六岁怀孕生长子。 两年后,次子出生他退居幕后,专心当家庭主妇。 天天接送小孩,上下学做饭,盯功课一手包办,抱怨老公体力差弹一谈到儿子。 他则满脸骄傲,身高一百七十七公分的帅气。 大儿子王汉俊高中毕业风光录取十一间美国名校,最后选择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念商学院。 现在是大二生的他说,我想从商个性较适合,为了让小孩有好的教育环境。 妈妈林姿佑可是下了苦心,从小就送他们上双语班。 一周七天请假教部学科上,才一班花了上千万,他还大赞CP值高。 林姿佑希望儿子,万语好就送他们去念私立复兴高中。 遇到小孩闹脾气不配合就反其道,儿行跟他们说不要写了去跟老师讲你写不完,反而有效因为他说。 凶小孩没意义他一哭我就会被老公骂,为了多陪伴孩子。 林姿佑每年都当学校爱心妈妈,还不忘调侃小亮哥。 像我老公他都局外人,回来只知道吃饭,也许是出于补偿心态。 林姿佑还身体力行陪儿子单车还倒,他笑称快死了,但很漂亮。 很难得,也透露小亮哥是观念传统的人,所以家庭生活不会安排太多休闲活动。 现居美国工读商科的王汉俊,暑假回台担任该校新生说明会召集人。 他透露校内多是白人,虽然没遭遇过种族歧视,但他发现很多美国人思想比较保守比较有距离,所以逼自己主动开口社交谈到感情状态。 他则害羞表示喜欢亚洲女生,有追过无固定伴侣还开玩笑,交不到女友,可以交男朋友,没想到妈妈林姿佑开明表示,我认同显示母子俩的亲密无间。